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心地善良 但个性颇为豪放 他认定了贺兰军后 甚至可以霸王硬上弓 抓准机会就逼婚 这个戏还没有有剧本之前 先想好的就是要让杨蓉来做这部戏的女主角 想把她生活中完全没有的东西全部放上去 然后把她生活中有的东西全部跑掉 剧中的杨蓉造型百变虽然是古装片 但是唐朝豪放女的造型也让她的好身材惊险无疑 拥有着火辣的身材的杨蓉明明长着一副女一号的脸 但是在观众的印象中 她却是个总演坏女人的女二号 很多人都认为杨蓉这次担当女一号 是千年老二的华丽密集 但是如果你了解她的演绎之路 就会知道这个姐姐是个传奇 我们余正老师呢写了一首神奇 当时demo出来的时候我给我妈听 我妈一听就特别高兴就开始跳 然后她特别希望我唱 所以我就想那就给妈妈们 她们挑光唱歌的时候多一首闹的曲子 对对对 真搞啊 好可爱你们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 OK就这样 有没有 这个出生在 在云南宝山的白祖姑娘 在13岁时就离开了家 独自一人来到昆明的艺术学校 学习舞蹈 小小年纪的杨蓉 一直有一个明星梦 我美龄的那个黄蓉 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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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哇原来有一个 有一个职业是可以让你如此美丽 而且是古装 所以我小时候就会把家里的窗帘布 拿来披在身上 然后就会去做歌诗表 女孩子梦寐以求的那种 美丽的幻想 这在我一开始的心目当中 这是演员的概念 不是什么表演 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头黑长发 杨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的美人 一直等待的她 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我认识了一个云南省化的老师 她说你知道她有个明星学校 叫谢静恒通明星学校 在上海 我想让你去试试 谢静导演在1994年3月份 在上海建立了谢静恒通明星学校 这个13岁的姑娘 要从昆明到上海学表演 这一消息得到了反对 家里人的概念当中 特别是老一辈人的心目当中 他们觉得演戏学表演 演戏舞蹈是一个戏子 是极力反对的 我爸爸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他就问我 你决定要去吗 当时我去一小的时候 我说嗯 其实我真的 11岁的我 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 我就说嗯 然后我爸爸就义无反顾地 送我去了 1996年刚刚15岁的杨蓉 就参演了游谢静指导的电影 鸦片战争 一直努力的他 第一次上了银屏 我的荧幕初作版 就是演一个小厨妓 我有一台词叫 妈妈妈妈妈有客人 妈妈有客人来了 我想老师会把我打得 发门得美美的 然后化妆老师就看了我 又说好可以了 就勾张纸 然后擦擦油啊 又大夏天的 擦擦油擦擦寒就可以了 那我说那头发呢 好 擦两个辫子 就可以了 1997年16岁的他 就被上海戏剧学院 破格录取 上学的同时就开始接戏 2005年 杨蓉在《少年包青天3》中 饰演的小风筝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两个人都会遇到灾难 所以你知道吗 我其实很羡慕你 真的 我们是同学 然后他从小也很傲娇 他以前的性格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以前相无相遇 又相风的女一号定了他 赵宝刚才见他一下 他说他第二天要排练 他就说太懒了 算了不去了 比较无所谓 就觉得说 好吧 是我的就是我的 我懒得说 可能前面有个东西说 杨蓉你伸手就 他就是你的 我都不愿意伸 我说不 如果他是我的 他会砸到我的脑袋上来的 朱浩 太可怕了 我眼前一片漆灰 他是情政今生的女主角 李雨薇和陈坤生离死别 他是电影《马桶上的甜蜜生活》中的 穆小淡 从十七八岁演到二十七八岁 杨蓉演绎了很多个女主角 但跟他合作过的男主角 一个个都红了 他却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这使得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当时在演艺之路上感觉迷茫的杨蓉 准备开始另一项自己所爱的事业 水晶设计师 我就没怎么拍戏了 就我很喜欢这种天然的东西 我就到全国各地去 哪里缠什么 我就到哪里去 然后去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买回来自己去设计 去穿 这是紫金 然后配了一颗发金 然后再配了一些银饰 因为专门是学这些知识 对 你多想要去学 然后关键还要去学一些 设计上的东西 就是其实现在看到的东西 数量不多了 2006年开始 杨蓉慢慢暂停了拍戏 在上海开启了自己的水晶店 其实我一直挺反对她做生意的 因为我觉得她不是做生意的料 你知道 我觉得她是天生充满了 就是戏剧魅力的一个女性 就是后来事实证明 我说的是可靠的 她做啥生意 啥生意都不成 杨蓉虽然经历了生意上的失败 但却收获了自己内心 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不能看电视 我看电视 我就会看到很多我熟悉的人 我就会看到他们在表演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放不下去 就是我知道心里有一个 很痛很纠结 就觉得其实我能很清楚地 听到自己的声音来说 不行 我还是想去 我想拍戏 很强烈 各位观众 读者 美丽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余正老师 美人制造 读者经理会 及新社会 她一直长得非常漂亮的 然后一直都在演看 我做一个化妆师 我刚开始对她只是好奇 但是看了之后 我觉得特别喜欢 签约余正工作室以后 曾经的老同学 并没有给她这么优待 甚至在强迫她改变 她跟我说 她又想回娱乐圈 那回娱乐圈 因为毕竟怎么样 新人辈出的时代 我就跟她说 你要演反派 哇 她可生气了 她老排斥 就不想演反派 基本上在那之前 我没有接触过反派 就像她说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女医 或者是并脸女医的角色 本宫劝你 还是识相点好 姑姑 这是个好东西 可以置人于死地 而且神不知 鬼不觉 你看着办吧 宫所珠连中的邪香 是杨荣饰演的 第一个反派角色 对角色的厌恶 让她经历了一段 非常痛苦的拍戚过程 最近新者库 好像出了很多事 有很多东西 是为了要去体现 另外的某一个人的好 而去坏的 有一些部分 所以我接受不了 我觉得如果我不喜欢 这个角色 你让我怎么去演他 公所珠连之后 余正并没有放过杨荣 接二连三 给她安排的 都是反派角色 我的概念里就是 我很讨厌演员挑角色 我觉得演员就什么都能演 然后就激了他一下 然后他也同意了 然后他就演 每次演完他就很生气 就是再也不演了 但我每次都让他演反派 我也认同一些观点 但是你要说真正 我完全接受 我觉得应该是 陆正之后 在这个后宫里 需要的不是 娇艳的花朵 而是 有毒的蜜蜂 萧幻云也不是一个 完全正的女人 她也是很狠的 我看不顺眼谁 必须给我弄死 她也是很狠 但是她身上有更多的是 一种大气的东西 其实最难的不是表演 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是如何让杨荣以前的 我的观念 我的想法 全部扔掉 成宠 我堂堂大梁勇士公主 凭借着在陆真传奇中 扮演气场强大的反觉 萧贵妃 霸道的杨荣 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了她 如今的美人制造中 她又成了卖萌的 恨嫁女汉子 其实生活中的她 早已沉淀为一个 安静的女子 我的明星梦早就没有了 不知道是从18岁 还是19岁 还是20岁 其实早就没有了 我就想大大事实 做一个演员 其实我的生活 特别是在这个娱乐圈里面 有它光鲜的一面 但是也会给我带来 很多心理压力的一面 有很多很多压力 我释放不出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比如说有的时候 碰到一些委屈的事情 碰到一些 自己想不通的事情 人生的问题 生活上的工作上的 就我总能从那些书里面找到 能让我继续快乐活下去的 一个源泉 很重要 对我来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美丽的一件事 就在那一瞬间 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他了 尤金世佳饰演的男主角 贺兰君 是武则天的御用美容大师 他技术高超 但性格却傲娇腹黑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动辄就恶言相向 很多观众都说 美人知道我在演的时候 很夸张啊 像周星驰啊 其实大家看着我 好像很简单的 就把台词说出来 其实我是下了很多功夫 我希望这个人 是一个像动画片一样的 这么一个人物 让这个角色 变成一个脱离在 美人知道其他角色之外的 这也是于正老师跟我说的 俊男美女的搭档 再加上搞笑的互动 一瓜夫妇受到了观众的热讽 我男人最帅的吗 不是 排得上第二吗 不是 倒数吗 本来也不靠帅走 他很有个性 最明显的个性是什么 傲娇 容姐是不是你合作的 最漂亮的女演员 是啊 嘿 这要钱的我好像很 不好似的 就是你自己挖了坑 你自己跳下去 我再给你买个 就铲铲了土 就嚼上去 他本身生活中 就是一个戏剧性的人格 他是几乎 不带任何的偏差性的 他戏力是什么样 他生活中就是什么样 你有那种细的眼线笔吗 细的眼线笔 是不会那个 那个是吧 不会晕的吧 你流眼泪吗 我很我很容易晕 不流眼泪就没关系 除汗没关系 他只要不流眼泪就不放 因为他 防水啊 他只是不放热水 对 这是个冷笑话吗 我昨天讲的冷笑话 他们都觉得不好笑 他不够冷啊 阿拉丁有几个兄弟 阿拉丁 你家乙饼吗 他知道 没有啊 我刚才猜的 那我再问 我再跟你讲 说 西西和哈哈是好朋友 然后哈哈死了 西西就去看他 在他的墓碑前说 哈哈你死了 其实我合作过的男演员也挺多的 但他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就是他骨子里 他是一个 文艺青年 喜欢养苔藓 什么 苔藓 自己培养 对啊 就养在温室里面 你家里有个温室 小的吗 为什么会喜欢养这个 就 他可以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成长 但是呢 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呢 又是一个特别 特别招摇的那么一个男生 很张扬他的个性 其实 要哭 就一定要哭 脸上没有表情 这个生活中也喜欢傲娇搞怪的文艺青年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喜剧天赋 但是在18岁之前 他并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演员 我以前是游泳的嘛 我游了13年 在我18岁的时候呢 就要把我选到国家队去 然后我的成绩呢 就一直全国比赛也拿奖啊什么的 但从来没有拿过冠军 可能也就这样了 下来以后呢 可能就做个教练啊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没意思 18岁的金世佳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了13年的游泳 但是从来没有过任何艺术训练的他 怎么会忽然选择了表演呢 三二一走 我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 后来就进去 进去之后就什么都不会啊 就学啊什么的 我们大学有个老师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考不进我们学校 就说明你自己不努力 就是你条件什么都挺好的 后来我就反应过来 他是这个意思 就说如果我发挥正常的话 就应该可以考进上新 后来我就觉得上新 从小游泳让金世佳 有着修长匀称的身材 再加上酷似胡歌的外貌 他果然顺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经过四年专业的表演训练 刚刚毕业的他 就十分顺利地接到了他的第一部戏 回来回来回来 变态啊你 要么刷卡 要么投币 要么滚蛋 扭什么扭 爱情公寓讲述的是 七位个性鲜明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金世佳饰演的陆展博 是一个呆萌木讷的迟钝宅男 这是他的第一部影视作品 展示了他非凡的喜剧天赋 当时他们没有人能够演陆展博 就其实孙艺舟 王传军 陈赫 因为当时他们的设定 陆展博是男一号 陈赫 孙艺舟 王传军 他们都是试过陆展博这个角色 但导演觉得都不合适 我大学第一个电视剧就是爱情公寓 播出来的效果就挺好的 喂 找我干嘛 你晚上什么安排啊 我哪都不去 爱情公寓的无力投射的喜剧效果 在年轻人之中迅速火爆起来 剧组趁热打铁 马上推出了第二季 但是这次却没有了金世佳的身影 曾经的男一号金世佳 为什么要放弃爱情公寓 第二季的演出呢 其实也有点小冲动 我就觉得年轻 趁着年轻就会干点事情 当年就毅然决然地就去日本 去日本之后呢 他们爱情公寓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回来演两个月 演完两个月你再回去也行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刘营都怀孕了 你总得给点诚意吧 什么 怀孕 刘营回来之后 金世佳接着出演了爱情公寓的第三季和第四季 但是明显戏份减少 不再是原定的男一号了 我们的专业是演员 不是演男一号 其实男二号有的时候的戏份 比男一号还要强 强演 甚至于一个一场戏的配角 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一直有着更高的目标的金世佳 并不满足于陆展博 一直在寻找着突破 准备 一二三 最早呢 我是想用张力健 Dicky的 然后呢 有一次我特别苦恼的时候 就别人就给我介绍了金世佳 然后第一面见到我就定了他 因为他实在太嗨了 整个人的状态啊 各方面啊 就特别特别像 那个日本演员戒亚人 在那个Legal High的那种感觉 金世佳和杨荣都经历了 从主角到配角 再到主角的表演生涯的起伏 没有这样的经历 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成功逆袭 如今 无论是戏份最多的一号角色 还是不讨喜的二号角色 这些对于两人来说 都已经不重要了 从小就怀揣演艺梦想的他们 将继续向前 制造美好的万千角色 每一天的煎熟 每一天的煎熟 恨不想别人知道 默默为你 为你尽头 相信你是我的骄傲 不怕无负 青春年少 只想碎的天涯海潮 天涯海潮